走… 他們倆真是越看越搭 跟Mae拍拖之後 Ivan的樣子都正經了 有不同嗎? 是呀 這台阿Dee 什麼?想請兩個俊男吃午餐嗎? 你想多了,不想你們倆走去騷擾人家 放心,我們會做的 Ivan早就非了我們倆 最近Mae和Ivan每天都一起吃飯 每天都一起下班 看你會不會成功 那也別這麼肯定,幼苗很脆弱 是呀 你不用擔心 你看,吃頓飯而已,都送禮物 真是閃得我眼睛 A餐加咖啡,500元 其實也不用每次計算都這麼足 有時候男孩子付錢也應該 其實我們假裝幾天可以分手 為什麼還要假裝這麼久? 太兒希,我怕他們不相信 還有Peter說 公司有人覺得我們可疑 我也在懷疑扮一個月夠不夠 還要扮? 總之這個階段 我們最重要是做好這場戲 你嘗試看著我多點 看見我眼裡有什麼? 你有眼屎 我眼裡只有你 我不明白你什麼意思 沒事了 是不是你們的潮語來的? 這些是慢慢來的 不如今晚去看電影吧 不行,我今天約了Mary姐 還有工業看電影和吃飯 不要緊,下次 真是虧了 剛才那部電影前半場也算不錯 有些飛車、跳樓、跳橋戲 看得挺刺激的 下半場剩下的口水氣 真的差點浸死我了 不是,後半場的女主角 去找老公那段 整個過程都很曲折 你不覺得很好看嗎? 我猜不到女主角會這樣演繹 不是,下班去看電影 是想讓自己放鬆一下 不是替老公做健身 一天上班,老公已經很累了 對不起,那部電影是我說要看的 你不用介意她說什麼 人各有所好 對於戲劇的情節 每個人都各有各要求 怎麼了?我只是身下 我不是怪你 對了,今天Ivan為什麼不來? 她說今天有事,沒空 你下次叫她一起來這裡吃飯吧 這裡有一個新出的四人套餐 很值得吃的 好,我去找找 Mamay找我 Mamay,我現在可以過來的 我過來吧,再見 怎麼了? Mamay照顧不攏客人 我現在過去幫她 當然是她 慢慢吃 再見,再見 再見 家人的工作都很忙 有時候他們的工作也有好處 其他人也無法盡力 像去年水服務來香港開展示 工業竟然可以到後台 和她拍照、手合起來 簽名了 是嗎?前年Water Supply 在美國開演唱會也買不到票 好像Water Supply接下來也會來香港 是,大部分票都被人留起來了 他承諾那些,開售不夠五分鐘 就被人賣光了 我們注定要在家裡 唱歌曲當作聽演唱會 你也是這樣?工業也是這樣 老頭到死,我經常去不了那些表演 就自己在家裡無限唱歌曲當自己去了 我不是說你,我說工業,他真是老套 有時候他的味道真是歪歪 他不在這裡才告訴你 你覺得他哪一方面歪歪? 他做的事 有一次他叫我在公司 跟他玩緣分遊戲 最後我們飯也沒時間吃 還有一次他帶了我去沙灘 用蠟燭齊做出很大的心形 聽起來也很浪漫 也對,但如果有人看到 就會很瘀傷 至少有人陪你一起瘀傷 他才不覺得瘀傷 他也不知道玩得多開心 我經常問他 為什麼腦子裡經常裝上這些東西 他說要向大師致敬 這些全都是一些經典電影的 浪漫情節 他也不喜歡你 漂亮嗎?你喜歡嗎? 很漂亮,你畫的嗎? 當然不是 為了慶祝你有份新工 特地送一份大禮物給你 你之前說過想去非洲看大草原 你現在有一份新工 一定沒時間去旅行 就唯有送一份大禮物給你 讓你頂著人 何止沒時間旅行 剪頭髮也沒時間了 但是呢,似情似境 好像在哪裡見過? Déja Vu? 真棒 證明我們不是每次看電影都睡著 是靚靚和哥哥那部電影 我還以為是哪一部 荷里活電影的橋段 當然不是 港產片也有很多經典 尤其是八十年代 那時候是香港電影業 最奉勃的年代 還有很多浪漫的經典情節 我知道 就連現在的電影 也不停翻譯那些情節 你說過很多次 以後你不知道怎麼哄我的時候 你就開幾部舊電影 那你就拿裡面的浪漫情節來哄我 好嗎? 總之女生喜歡這些嘛,學會了 你別忘了,好 當天教會你之後 你竟然比我更加喜歡看港產片 現在還懂得用電影裡的浪漫情節 來哄女生 是你,只不過對象已經不是我 男朋友到 下酒水吃什麼? 我不餓了,我不吃了 對了,你記不記得 我們再假裝兩天就分手了? 好,我記得了 那你有計劃了嗎? 當然有 不過分手也要有些鋪排 不是那兩句就算了 在公司不方便說 不如約你明天出去吃飯慢慢聊吧 好 我們終於捱狗一窩了 我們可以正式分手了 不妨再吃完這頓飯吧 對不起,我的花粉和香氣有敏感 對不起,送給你 拿走它,謝謝 無緣無故怎麼會有那塊花? 你不喜歡花 不如我變個魔術給你看看 讓我又變成魔術給你看看 我在美國做了兼職小丑幾年 你也學過少許魔術旁邊的 厲害… 謝謝 有點熱 我聽毛公仔敏感 我還給你 不好意思 不如點東西吃吧 其實我們已經扮成一個月了 我們應該怎麼公開分手 我可以怎麼配合你 你什麼都不要做 其實這樣,我找高雲算過 這個月是冥王聲易行 如果我們肯分手會對大家都有影響 你相信這些東西嗎? 我們假裝拍拖又不是真的 應該沒事吧? 林可順其有 所以我覺得應該把分手日期 退後一點再看好一點 那就是繼續假裝拍拖嗎? 其實你這個月也假裝得很好 我覺得繼續假裝下去也難不理不來 可能你不覺得 但我呢,自從跟你公開了拍拖之後 那些同事對我已經歡欣了 簡直所有人際關係都變好了 你趕不趕? 你…要不要放下我替你交給他? 不用麻煩你了 繼續假裝扮他女朋友 也是一件好事 什麼? 沒有,我說可以繼續假裝拍拖 真的? 那我們再假裝兩個星期? 好啊 點東西吃吧 好啊 不過今天不要叫甜品 為什麼? 因為有你在這裡,已經太甜了 其實菜單沒有甜品 是嗎?可能我看錯了,叫其他東西 你為什麼帶我來這間這麼高級的餐廳? 畢竟是第一次正式拍拖 不是,我的意思是 第一次正式假裝認真地拍拖 當然要做到十足了 這間餐廳一定很昂貴 沒所謂,最重要是能入戲 下次不要了 否則我又要把錢交換了 知道了 對了,為了紀念我們第一次 正式假裝拍拖 有東西送給你 送給你的 是否很幼稚、很寒酸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我送給你 我喜歡… 很喜歡 其實那些銀子有意思的 是哥哥送給萬勇的心意 你也看過那部電影嗎? 每一個國家的銀子 代表他想跟雷主角去的地方 如果跟著銀子的國家去走 就差不多可以環遊世界 看盡人生發態 希望我有這個機會 你笑吧 你不喜歡我笑嗎?我經常都笑的 不一樣的,是我終於哄到你笑 這種笑和那些笑是不一樣的 什麼這種笑和那些笑? KC,Terry,有什麼事? 謝謝 是 KC Terry說得沒錯 你果然是追女生高手中的高手 謝謝你 這星期早餐,好的 你請我吃早餐,我真是不愧 不過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教我的追女生招式真是很合理 我昨晚還要哄到Vay笑 Ivan,我說的招式不是舅父教的 是這種感覺 是不是我已經遇到對的人? 那是誰教路呢? 除了我之外 什麼公司還有其他高手在那裡? 那天我找不到舅父 但是被我碰到他 公兒,只有你?我舅父呢? 他開了會不夠十分鐘 就說肚子要去廁所 到現在還沒回來 糟了,打他電話又飛去留言 你有什麼急事找他? 我幫到你嗎? 可能真的幫到 就是這樣,我有個朋友 他很想哄女朋友開心 但是又做不到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你確定要花多一點點心思 那聽你這麼說,是不是有辦法? 你有沒有必殺絕招 可以教導他哄女生笑的? 哄女生開心,招式不用多 錢也不用多,最重要是心思 阿姨,你這麼喜歡演戲 有空可以多看香港的經典電影 裡面有很多浪漫的橋段 你可以參考一下 有些例子可以教我哄女生嗎? 看來是你,過幾招給你了 我記得一部電影 男主角弄了一張卡送給女生 卡上有很多不同國家的錢幣 他告訴女生 可以帶她去那麼多不同的國家 我覺得這條橋也挺浪漫的